那么到这呢 我们实际啊 将构里面的三大模块 这个模型M啊 模型这块M 然后还有这个 诗图VIL对吧 还有这个模板啊 这三大块呢 我们就已经说完了啊 但它里面呢 将构框架里面呢 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啊 就是我们要今天呢 给大家说的这一部分啊 说这一部分 这个其他里面 那么其他里面呢 我们首先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这个 静态文件啊 它的一个使用 那么它这个使用呢 其实我们已经给大家 简单提过一下啊 就你在这个将构里面 你要使用静态文件的话 你需要呢 去新建一个静态文件夹 然后呢 你在项目的配置文件里面呢 你需要配置一下这个 静态文件的物理目录啊 物理目录 OK啊 那么这是它啊 然后呢 我们就再给大家 再新建一个项目啊 还是用我们这在新建一个项目 哎 你有一个 project啊 哎 这里面我选一下这个 环境 然后呢 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啊 test5吧 啊 哎 这个点它啊 点它 要点它 哎 test5 好 选择一下这个环境 哎 就是我们bj18 然后呢 那这里面呢 再来一个应用啊 就booktest的 OK 那么 这里面呢 就是刚刚啊 我们用prch 嘛 创建了一个新的项目 那么首先呢 我打开之后呢 我还是先做一些必要的配置啊 在我们这里面 好哎 这个应用 模板目录呢 已经帮我们设置好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还是使用我们的这个 数据库啊 my circle数据库 那么这部分的话 哎 还是我们第二天的那个数据库啊 bj18 bj18 然后再往下 哎 yuda route啊 然后 pass order 哎 里面是这个 my circle 再往下啊 这个 host 哎 就是你数据库 哎 在哪个电脑上啊 使用本机 localhost 啊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port 哎 端口号 就这个 3306 啊 3306 OK啊 那么这里面呢 是我们这个 配置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url啊 一开始的配置 先给它做一下 就在这里面 我写上这样一家 包含一个像啊 啊 开头 哎 直接写上一个 inclad的 book test啊 下面的urls 啊 这里面是 包含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copy一下 哎 把这它 放到我们的应用下方 哎 放一个啊 然后在这里面呢 直接给它 删掉 啊 把这个 哎 直接删掉啊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个 配置啊 啊 OK 那么 上面呢 我们就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我们这个 静态文件 它的一个使用 哎 你在项目里面 你要使用静态文件的话 首先新建一个 静态文件夹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在这边 新建一个静态文件夹 写上一个 Static 然后呢 静态文件呢 它可能分为几个种类啊 比如说 CS GS 或者是 图片 那么我们会单独的啊 每一 每一个种类的文件 新建一个目录来保存啊 这里面就新建一个 CS 然后呢 这里面再来一个 CS 好 下面呢 再来一个 Images啊 保存一个图片 OK啊 那么这里面呢 是我们 这个 静态文件啊 它的一个目录 我们给大家建好了 然后呢 你要使用的话 你需要呢 在我们 这个 项目的配置文件里面 去配置一下 配置一个选项 叫Static Fires 效线 DIRS啊 设置静态文件 它保存的这个 目录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在这边 在我们呢 Settings这边 找到啊 这里面 我们配置一个 直接写上一个 Static Static啊 Fires 效线 DIRS 它呢 等一个列表啊 OS 拼接出这样一个列表 我们就 Path.john BizDIR 写上这个 Static啊 这个呢 它呢 就是 设置静态文件啊 设置 静态文件 那么存放的啊 物理 目入 OK 那么知道这个之后呢 我们下面呢 我们就 配置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静态文件了啊 我们拿过来一个静态文件 比如说在这边 我找到一个 这里面找到一个静态文件 对吧 把这个图片 我们拿过来啊 好 然后呢 把它放到我们这个图片下面啊 我现在要在一个页面上去使用一个图片 好 好 这里面我就拿过来一个图片啊 拿过来一个图片 那么 我们要在一个页面上使用它呢 我就在这边新建一个页面啊 新建页面 首先我在这个模板目录下方 我新建一个页面 Bogtest 然后 在这里面呢 我新建一个Static啊 Static 我叫StaticTest啊 这样一个文件 那么 这里面就写上一个静态文件啊 我们在这里面要使用这个图片的话 就是Imagine 然后呢 里面有个SRC SRC里面呢 我们要使用这个图片 你要写它的路径 这个路径呢 就是Static 斜杠 下面的 Image是下面的 对吧 MM.gpg 然后我们写完之后呢 下面我们写一个视图 把它显示一下啊 我在这里面定一个视图 写上应该叫做StaticTest Request啊 这里面就是这个静态文件 直接Return一个Render啊 Request 我使用的是这个Bogtest下面的 StaticTest啊 OK 那么这个地址呢 我们也配置一下 这个地址就叫它StaticTest 它 那么 这个呢 在我们这个应用里面 你就可以加配置了 加配置之前呢 我们先把这个View导过来啊 FromBooktest 导入这个Views 然后在这里面加一项UIL啊 开头 开头啊 然后StaticTest 然后后面是结尾 对应的就是Views.StaticTest啊 它呢就是我们这个静态文件 静态文件啊 好 那么这个写完之后呢 我们下面启动一下我们的项目 Ls CD这个项目录 然后进入虚拟环境 Worker 然后BJ18 PY3 启动啊 Python Bandage PY RenServ 启动它提供的这个开发的web服务器啊 启动 哎 这里面出来一个错对吧 这什么错 没有好多 对吧 哎 这个MySQL DB啊 就是配置完MySQL之后 在这边加上两句啊 Import PYMySQL 然后PYMySQL.insta的SMySQLDB啊 把它加上 好 这边启动 启动之后呢 我们就访问一下 127.0.0.1 斜杠 Static 有一个Test的 多瞧一个T啊 好回这 哎 这里面就是我们这个图片 对吧 那么 下面呢 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是我们之前说的静态文件的一个使用 那么 然后呢 我们要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 添加这个配置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配置项呢 它是设置静态文件的存放的物理目录 那么在它的上方呢 还有一个配置项 这个配置项呢 叫做 Static UIL啊 那么它是干嘛 它是设置啊 访问啊 访问 静态文件啊 对应的UIL地址 访问啊 静态文件对应的 哎 UIL地址 那么这个什么作用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我 我现在把它改掉 我把它改成这个 Static Static Static啊 下号线 UIL 我给它等一个 斜杠 ABC 好 这样啊 我比如说我改完它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 对吧 哎 你看一下它还有没有啊 啊 刷新啊 哎 看一下还没有 还有没有 对吧 这个图片就没有了啊 那么这就是这个地址它的一个作用啊 它就是设置你访问静态文件你要对应的UIL地址是什么啊 这个地址 它一看到啊 你访问的地址里面还有是以这个开头的 它就认为你是一个静态文件 它才会去帮你找这个静态文件啊 那么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页面上呢 你要让它显示的话 你就应该呢把它写成一个 Imagine 然后这里面写上SRC 等于我们的 ABC啊 ABC Image是下面的 MM.gpg啊 gpg 好 这样的话 你在这边 下面你一刷新 下面 看到第一章不显示 第二章显示了 对吧 这就是它的一个作用啊 Static UIL的一个作用啊 UIL的一个作用 它呢就是用于设置 静态文件对应的这个访问静态文件 你在页面上 你应该写的那个UIL地址是什么啊 就是以这个开头 才说明它是一个静态文件啊 静态文件 这是Static UIL的作用 然后这个作用呢 就是设置你这个静态文件存放的一个物理目录啊 物理目录 OK啊 那么再往下还有一个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他知道 他知道你访问的是一个静态文件的话 他怎么去找这个静态文件啊 你要注意他怎么去帮你找这个静态文件 他有一个他跟某板文件一样有一个加载的目录啊 那么这里面有一项叫做 叫做Static Files 下号线Finders啊 这他里面 就是会告诉你他怎么去加载这个静态文件 那么这个配置项你从哪看啊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从哪看 这些都是默认的这个 Jungle它的一些配置项啊 配置项怎么看呢 你需要呢 去导入过来一个东西啊 就是直接是from我们的Jungle啊 点config啊 哎 然后呢 从这个模块里面导入这个settings啊 那么访问这个 它的配置项的话 你就直接可以使用这个settings点 点一些东西 你看到点什么 看BaseDIR 哎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一堆啊 Static URL啊 那么它里面有一个配置项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 叫做Static Files 下号线Finders 就查找的一个意思啊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我直接把它拿过来啊 直接print打印一下 我们给大家打印一下 看一下这是什么值啊 然后 在这里面 回这儿 然后你看到啊 这里面这就是它出来这个值啊 出来这个值 这值呢 我们给大家拿过来啊 看一下它什么值 然后啊 看一下啊 那么首先我们先给大家看这个啊 Jungle.contrib.staticfiles.finders啊 Finder就代表查找的意思 对吧 首先第一个呢 告诉你这个filesettingfinder啊 然后后面呢 还有一个叫做APP directedfinder啊 这两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 它知道你访问的是一个静态文件之后啊 它怎么去找这个静态文件啊 还是有一个过程 就是首先 先去你 先去你配置的这个staticfile 先去你配置的这个目录下面呢 去找 好 找不到的话 它会去哪找呢 它会去你APP下面的 Static 文件夹下面 去找啊 它跟这个模板一样 也有这么一个过程啊 也有这么一个过程 哎 这是我们给大家说 它的一个使用的 它查 将个本身啊 在帮你去查找这个静态文件的时候 它有这么一个过程啊 首先 先去你配置的这些目录下面去找 找不到的话 再去你应用下面的 Static下面呢 去找啊 去找 OK 那么 这个给大家说呢 你是 你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就可以了啊 你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就可以了啊 然后 再往下呢 我们要给他说 就是 现在呢 我们去使用这个静态文件的话啊 那么 这个地址呢 我们说 它就对应着我们访问静态文件的地址 假如说它变了的话 那么你页面上呢 使用这些静态文件的地方 是不是都要变 对吧 那么它能不能不变呢啊 就是动态的获取 它可以动态获取啊 怎么获取 在这里面啊 直接 首先使用一个标签啊 使用一个标签叫做 Loader啊 这个Loader什么呢 Loader Static Files啊 Loader Static Files 直接去加载这些静态文件的配置啊 那么加载完之后呢 我们下面呢 要动态啊 动态 那么 获取 哎 这个 动态获取啊 这个 Static UIL 动态获取Static UIL 帮助我们呢 去动态获取Static UIL 然后呢 拼接成这个静态文件路径 拼接 拼接 静态文件路径 那么这个怎么做啊 直接我们给大家写一下 还是呢 在我们这边 你直接 也是写一个 Image标签 然后里面里面怎么写呢 你要使用一个标签啊 这个标签呢 就到Static啊 这个Static呢 它就对应着你这个Static 这个UIL的配置 然后后面呢 我们要让它更新进行拼接呢 跟我们这个Image标签下面的MM点GPG啊 进行一个拼接 那么这样的话 你在这里面 我们现在呢 去刷新这个页面 你去看一下这个图片啊 刷新 下面是不是也显示了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啊 现在呢 这个效果呢 哎 我们 它帮你动态拼接这个路径呢 你可以右键 查看网页源代码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这个 斜杠ABC Image下面的MM点GPG 你比如说现在 我们这个配置项呢 哎 我又不想叫这个斜杠ABC斜杠了 我要把它改回来 还叫做 这个啊 还叫做这个 OK 那么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我现在一刷新页面 哪几个图片显示 E3 E3对吧 哎 刷新啊 看到没有 E3进行一个显示啊 E3进行一个显示 OK 那么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静态文件啊 关于这个 静态文件的话 我们说 在将决里面 使用这个静态文件 它的使用 包括是新建 静态文件目录 然后呢 进行一个配置啊 这个你要知道 然后你要知道 的就是这个 Static UIL 这个配置项啊 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它就是设置 你访问静态文件 对应的这个 UIL 地址啊 你这边写的什么 你在页面上呢 你访问一个静态文件 的时候 你就得以这个进行 开头啊 进开头 然后呢 下面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说的 动态的去获取 动态的去生成静态文件的路径啊 这个也是动态 还有一部分啊 动态 生成静态文件的路径啊 路径啊 那么这一部分 也是你需要呢 指导的啊 动态生成静态文件路径 像下面这个 我说的这个 加载静态文件的目录呢 那你这个 你是做一个了解 你知道啊 其实呢 在你访问一个静态文件的时候 那么他首先呢 是去你配置的这个 目录下面呢 去找静态文件 如果找不到的话 他会去应用下面的 Static下面呢 去找啊 去找 OK啊 这是这个 这个加载目录呢 你就做一个了解 下面的这个Static URL 还有这个动态生成静态文件路径啊 这俩是你必须要掌握的啊 OK